北京时间11月17日凌晨3点 中国足球传来最新消息 日前针对国足在12强赛的表现 李铁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出现争议言论 他表示澳大利亚实力在中国对峙上 拿到一分是非常幸运的 而这样的观点却引来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李铁这样说道 跟我们赛前跟大家说的一样 我们赛前跟球员说我们要努力的给澳大利亚制造困难 我们一定要比第一个循环替澳大利亚来的要好 我们的球员做到了 我也挺为我的球员感到骄傲 说实话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比赛 足球是一样 对手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 但是球员在球场上可以看到 从我接这个球队以来 我提的其实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我们都要竭尽全力 把自己最好的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 然后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放弃 当然通过这场比赛 我们确实也能看到差距 说实话这场拿到一分是非常幸运的 从李铁的采访可以看出 他整段采访都在强调对手很强 比赛过程中非常困难 能够拿一分有运气成分 虽然澳大利亚确实是一支球队 但作为主教练 不断去强调比赛如何困难 这不仅彻底引起了公愤 而且还引来了很多球迷的一片骂声 有球迷说道 要脸部 对方也就一个五大联赛的 还是替补门将 怎么就远在你之上了 也有球迷说道 你XX早上四规划 都不会落的这种局面 阿兰的水平比国内球员高很多 为什么打替补 教练连球员水平都看不出来 当然也有球迷说道 我真心不想再看到你带国足了 赶紧下课吧 从你的发言中 可以看得出你情伤太低 这个时候作为主教练 不但不鼓励自己的队友 反倒天天看你在诉苦 主教练都如此 国足的队员们又会怎么想呢 当初就应该让李肖鹏接手国足的 李铁 真的是让人太失望